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海地总统摩一是,Jafanel Moe。 C,日前抵台访问,并拜会总统蔡英文,当地媒体提到我国允诺提供45亿元帮助海地发展宫殿,引发外界争议。 而曾与脸书撰文馆长问题在哪里的律师林志群,日前在列二点分析海地45亿这件事情, 指出,台湾可以选择给不给这个钱,但不能什么都要。 脸志群日前以馆长问题在哪里为题,分析蔡英文捐赠100万美元协助世界卫生组织的事件。 而这次针对台湾金元海地45亿,她在列二点分析一,台湾该不该给这个钱。 她认为应该先思考邦交国在国际上对台湾有没有帮助。 帮交国数字对人民有没有异议。 若两者都是否定的,那就应该停止一切金元,但若答案是肯定的,那就应该给钱。 并指出,若不给对方利益,对方为什么要在联合国帮你讲话? 大家可以选择,但不能什么都要。 二,如果决定要给,该怎么给这个钱? 她指出,45亿是一笔大数目,若政府分十年给,可以维持十年邦交,这就未必不划算。 此外,政府也可以指定台湾自己的厂商去盖这个电厂,把45亿留给自己人转。 最后她说明,是否要给45亿? 是政策问题,怎么给45亿? 是执行问题,若政策决定要给钱,就不该认对方予取予求。 达到心 ME娃学问问题,会认为连郎。 是给,可以帮。